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葡萄牙多个城市昨天同步爆发了示威游行 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房屋价格和租金飙升 导致当地的通胀问题雪上加霜 根据数据显示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房价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飙涨了137% 另外如果我们按去年的GDP来计算 葡萄牙在西欧最贫穷国家当中排行第四 可是单单去年里斯本的房租就上涨了37% 这个增幅比富有的法国巴黎和西班牙巴塞罗纳更高 此外葡萄牙租屋网站的研究就发现 里斯本的一房单位平均租金是需要1350欧元 然而葡萄牙超过一半的上班族 他们去年的平均月薪却不到1000欧元 所以不要说买房 他们连租都租不起 尽管葡萄牙政府已经在今年的2月份 推出了一系列的打房措施了 包括他们终止了外国富豪 透过投资房地产取得葡萄牙居留权的 那个黄金签证计划 可是当地的民众认为 你出这一招没有办法在短期内 抑制房市过热的情况 加上当地的通胀率已经高到8.2% 令到很多葡萄牙人大喊吃不消 树以千计的葡萄牙民众 星期六走上首都李斯本的街头 抗议当地的房屋价格 涨得太离谱 民众在游行中举着抗议横幅 高喊口号 甚至还有人点燃烟雾 有民众表示 政府的房屋政策 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虽然这场示威活动的热闹程度 堪比嘉年华会 但大部分参与示威的民众都认为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甚至付不起高额的租金 是当今社会的紧急问题 不能再拖延 人们的年轨 可能因素 ן被重彈率 并受重彈务 困租租 � posted 和适境的工作 涨 Listen прот В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